我覺得你進好像應該有快 五六年 六七年沒去比賽過 看到你其實是進評審的房間啊 在飯店裡面 然後最後 最後咧 隔天上台領一個 不錯的小獎盃啊 就冠軍吧 我自己看到之後我就覺得 這種黑道群太厚了 歡迎收看胡說八大 來跟大家講一下 看到這個人應該大家都知道 今天胡說八大講的內容是什麼呢 有跟大家介紹過 這是我的紋身絲 那蠻多人在留言下面敲碗 說想了解紋身絲這個行業 對我來說他其實也算八大行業的一種 因為不是算這麼合法的工作 因為他有侵入式行為嘛 對 差不多 但目前法規上是這個來算灰色低帶 所以他們現在目前還是算正規行業的一種 但也比較偏八大 畢竟他們接觸的客人比較特別 那今天我們就來探討一下 紋身絲這個行業 好不好 就找你來講 那首先我當然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本身的紋身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紋身很多 那我就先 我的比較慘 我先講你的好了 因為你紋身我記得不算多 跟我比的話你應該還算少 對 因為大家看到他其實也是滿滿的 但基本上老實講都滿稠的 但這跟他沒關係 因為他的紋身不是自己紋的 都是請人家紋的嘛 對 我有請很厲害的大師紋 那我的紋身基本上 我就分大概兩邊 一邊是他紋的 然後另外一邊是他的徒弟 現在也是師父 你的紋身大部分有什麼意義嗎 其實我的紋身都沒意義 全部都是我的帥而已 嗯非常好 就是 滿無聊的答案 我的紋身就比較特別了 因為 我是我印象中 其實我第一個紋身就是給他紋 對 那時候我記得 應該是二十初吧 簡單講 那時候是跟我一個朋友約 那其實以前就對紋身很嚮往 就覺得紋身很帥 所以那時候我朋友就是 那個人嘛 對 對 就是我跟我朋友 我們有大概六七個是從小一直長大 從國小就開始長大 我們其中兩個人就約了要紋身 那時候本來還有第三個人 那第三個人臨陣脫草 不敢紋 那那個紋身都是我跟他的第一個紋身 然後我們就決定要紋 所以就找了他 然後他就是我那朋友認識你 跟我那朋友好像是 學長學弟吧 喔對 應該是當兵 當兵的時候就找了他 我們就設計了一個 積木 是拼起來是一個金字塔 對 就象徵我們的友情 就是 雖然說分落在歌 但我們拼起來還是完整的一個金字塔 就找了他刺的那個積木 然後我那朋友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真的很窮 然後我記得刺那個圖 好像那時候喊是六千塊吧 因為 我那時候剛出來做嘛 那其實就是 我講句實在話 我窮他也窮啦 那時候就是 譬如說一個小圖 那時候可能就 黑白色就兩千塊 然後彩色 可能就五千塊 他那時候就開始在猶豫 因為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很窮嘛 所以他就覺得 我要吃黑白還是吃彩色 對 他猶豫了一整天 我朋友就吃彩色 對他朋友吃彩色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想 我其實本身是想吃彩色 可是我手上資金不夠 講難聽就是沒錢啦 我那時候也 不好意思跟阿翔說 是因為沒錢 我都想說 黑白好哪個彩色好哪個 後來我們熟了 他也知道 他看得出來 其實我是想要吃彩色 但是就是因為沒錢 所以吃了黑白 那後來當我跟這個兄弟 分割掉 所以那個紋身箱被我蓋掉 我現在後來蓋了一個 就我選了一個我喜歡的 一些卡通的物啊 之類等等 我就吃了一個異形 在這邊 就是比較偏 美式一點 我當時喜歡都是美式的風格 所以也延續了後面就是刺人 然後第二紋身就刺了這一個 我的英文名字就是BOM 那這個圖也是改過圖的 刺這個紋身那時候 我那時候搭進百貨的時候 我就決定我人生要充實改變 我不想要再回到以前的生活 所以以前生活就是 老實講就好吃懶做 只是想要賺快錢 在我做百貨之前 其實我的個性非常不穩定 我說我那時候刺也刺很便宜 刺幾千塊 然後就刺一個 英文名字 然後刺個我的 就是夢想的英文 第三個呢就是刺這個老鷹 這老鷹就是我以果開創的時候 我那時候第一家店要開的 前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才把這隻搖一次啊 我覺得是這個 這個刺完的時候 就開始了 買BMW了 對這個刺完的時候就買BMW了 這時候是 這個時候是馬三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還沒有車子的時候 那時候還連摩托車都沒有 還沒摩托車都沒有車子 還在騎腳踏車 腳踏車 他說還沒U拜 腳踏車是偷來的 反正吃了老鷹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 衣果第一間店開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去取了一個願望 就是說我只要每 開一家衣果出來 我就要吃一個老鷹 這就是給他肚弟吃了 後來這邊都是給他肚弟吃 因為都是美式 他那時候也 其實他正紅的時候 也是你巔峰 就是開始 狂拿冠軍那時候 接下來延續 就都不用講 都同一個紋身師 那這隻手完成速度非常快 大概只花了不到一年 因為開始每個月 接下來就是我接下來第二個 就是吃了這個女生的頭 那這個女生老實講 是以前吃我女朋友 那個故事 那個時候做代購的時候 他很討厭我紋身 可是我偏偏很愛紋 那時候我的女朋友非常反正 因為他覺得我太招咬 他寧願希望我一個月賺3萬塊的那種 但我那時候就希望 我就想要變勇錢人 所以那時候就說服他說 第一個我要繼續紋身 第二次我要繼續高調 然後說 那我那時候承諾他 那我把他紋在身上 那這個圖被改過 他本來的圖是一個美麗的女孩 後來被我改成巫婆 會不會也改成巫婆 會不會也改成巫婆 原因是真的女人很瘋狂 這個就是之前每次喝酒 打掉怪亂的那個 對對對 就是他那種極技瘋狂的 就有點像恐怖期的那種 後來是用極技恐怖的方式 才把他分手掉 所以後來為了做這個紀念 告訴我全女朋友 要勝選 所以就把他改成巫婆 大家很常看到我手掌的一個 這是狼 這個是我第一次做生意 是被他騙錢的時候吃 穩的 那時候有 但不多錢就幾十萬而已 可是那時候幾十萬都來說很多 因為被騙的那個 我被騙錢那個 那個朋友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被他騙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做任何動作 就覺得算我看清一個人 這件事情應該說 最後我是算跟他和解 就是因為他是找各種理由來跟我講說 他覺得是我對不起他 所以他才騙我這條錢 那最後他也沒錢還 那他給我的那些理由 我都覺得都是藉口 你只是要騙錢 但是又念在於情分在 最後我跟他 也算絕交 但也就是保持良好關係的絕交 對就類似這樣 然後那時候吃這個狼的原因就是 就是告訴自己這件事情的方法 就是其實不要那麼相信 以前我都覺得他是一個很溫馴的人 就是很乖的人 就是他 那他後來變成這樣 我覺得人會因為環境而變成另外一種個性 我會吃狼的原因就是 我以前覺得他是狗 最後我才覺得他其實是狼 所以那時候我吃一個狼的人 然後就告訴自己 其實每個人都會變 對於相信人這一塊 我是自己現在是放著很小心的態度 去看每一個人 就是不會那麼容易相信人 講到第三個 第四個老鷹 第三個老鷹的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手已經滿了 然後那時候沒有想要吃到身上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沒關係第三個老鷹 就用我下面代替 我下面也吃是老鷹 所以第三個我就跳 第三家店開的時候 我就跳過沒有聞 然後到第四個的時候 發現這個老鷹 因為如果真的一直聞下去 我就想說我後面還要開那麼多 可能還要開聽的時候 現在聞下去我全身都老鷹 所以我就吃了兩隻老鷹的原因 手上這邊 這幅圖就是他吃的 那這幅圖是我在 我記得我30歲生日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跟他 因為交情很好嘛 我就說幹你要送我什麼生日禮物 他就說幹你那麼有錢 我也不知道送你什麼 然後他就說那我送你一幅圖 他說他親自 他就是會用他的心思 去幫我設計一幅圖做完 那這幅圖的故事內容 他跟我講完之後 我就很開心的聞上去 因為是對我來說是 真的是人生的意義 我認為我現在走到這一幅 第一個是我運氣好 第二個是 但也絕對身邊有很多人幫忙 遇到很多貴人 那這幅圖就是淘太郎打鬼的圖 那他說他覺得他人生跟我一樣 因為淘太郎也是孤兒嘛 他從淘太郎碰出來 後來被你養了 然後後來 他的身邊就是出現了 雞、狗、猴子 去幫他 所以一路過關獎上 去打鬼王打倒 那他覺得我的人生 就跟淘太郎有點像 所以他跟我講這故事的時候 我就覺得非常好 那只是 這幅圖一路從30歲到現在 我35歲了 算一下多久 還沒吃完 大家也以為我吃完了 沒有 這幅圖 就是你看到目前我每次 手上長的樣子 是吃完的部分 裡面到胸口到脖子還沒吃完 沒有他真的也很忙 然後加上我也忙 所以我們時間一直縮開 但他常放我鳥 我也常放他鳥 所以不能講什麼 只是說他的紋身因為做得很細緻 所以他的公尺很長 那接下來就是 關於講到紋身這個行業 那首先當然是先問說 你從事紋身這個行業 多久 從小時候喜歡畫圖 然後但是 這邊插一下 所以 紋身要一定喜歡畫圖嗎 我覺得是一定要啦 你要喜歡創作 你才有辦法去 設計出很多 比較 那如果我是因為喜歡賺錢 可以去紋身嗎 也是可以啊 當然也一定有這種人 問一下喔 因為其實大家對紋身這個 有的人說紋身喔 因為我覺得紋身 算是比較現代的說法 那你現在比較老態 都會說刺青 為什麼 大家都會認為說 刺青或紋身 就是兄弟啊 混混啊 很簡單 因為大部分以前 往往會被電視拍到 有刺青的那些都是黑道 但是很多沒被拍到的這些人 那可能只是一般的民眾啊 那為什麼 這些犯罪的人會被拍到 因為很簡單 那犯罪他上電視剛好而已啊 所以他剛好有刺青 所以大家很多記憶藝像 會在這個地方上面 其實在以前什麼清朝 皇帝時代就有 對啊 以前那個金蔥爆裹 很好 那紋身那種東西 會吃在兩種我身上 一種就是窮犯 或是牡蠣 他們會貼上標記 代表他這輩子沒辦法 因為紋身是用不掉的東西 以前更不可能 就算是現在要用掉 都蠻麻煩的 這你都蠻懂的 你最被關過的對不對 你也靠腰 沒有人被關過的 那到後面的年代 其實是變成說 會紋身的人 基本上都是一個標記 像一些西方的黑社會 他們必須要在臉上 眼淚 或是像泰國他們會刺蜀 代表一個幫派的象徵 他們是要一個 標記性 代表說你這輩子沒辦法改變 要一個服從性 然後再講到我們亞洲 亞洲紋身最有名的地方 像日本的黑社會 他們的紋身更特別是 階級越高穩越多 他們甚至於說在那個 幫派裡面 他們甚至於可能 他們的刺青式的地位 甚至於是高過於很多 他們的頭目級的人物 所以紋身的會不好影響 大概是這樣 接下來我想問一下說 像你 我相信紋身是不可能 一出來就有影響 當然我看過天才型 我真的是 就像你之前那土地 你教的蠻多土地都蠻天才 對都蠻多 不是說一開始 我給你吃過 你一開始我就吃過 你絕對不是天才型 你一開始吃超醜 像你們啊 吃醜的話 總會有吃壞掉的時候吧 你認真講 你有沒有把客人吃壞掉過 有 這個東西我敢保證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近十年之內的刺青師 比較沒有像我們以前這樣子的狀態 為什麼 我們早期接觸的時期的時候 我敢補全台灣任何一個刺青師 每一個剛出道的前面三年 每一個人刺的是漂亮的啦 一定就是 水準稍微高一點點而已 但是一定你要經過幾年的時間 去增加自己的 自己的技術跟實力 跟畫圖的功力跟設計的美感 你才有辦法變強 但是說 你為什麼近十年之後的 就是說 因為你已經有很好的師資了 像可能說像我們 我們已經變到 有一定的知名度的時候 學徒才會過來找我們 學士青嘛 然後在我們身上學到的東西 會比較直接 我們現在就問一個 比較實際大家要知道問題 紋身設說不到怎樣 你講簡單平均 你認真做一個月賺一十幾萬 好一點二十幾萬三十萬 我甚至一聽過我們幾個人 做一個月賺到六十萬的東西 你也去 我記得前幾年 紋身有幾年創比賽 但到後面也都不不散 那你可以講一下 你真的贏 是因為紋身到後面 你覺得不到不想過 有認真準備作品去 去比的話 大部分都會 可能我比較幸運 就可能都會拿到一些 拿到一些不錯的成績 為什麼說到後期 說可能沒有再繼續比賽 我覺得你進好像應該有快 五六年六七年沒去比賽過了 我都有去參展 但是都是去玩 到後面有一次對我來說 衝擊性最高的 怎麼來 看到你最近是進入評審的房間 在飯店裡面 然後最後 最後咧 隔天上台贏一個 不錯的小獎盃啊 就冠軍吧 都已經進房間還沒冠軍嗎 嗯 不好講 我是一看到之後 我就覺得這種黑幕 這種黑掉群太噁心 所以呢 我總結這樣結果是 你不比賽的原因是因為 你不是女生 對 所以我那時候才想說 去做變性手術 是該做 不然我送你去做就好啦 太過蠻發達的 現在是不用啦 對啦 反正你沒有要比賽 對現在也沒有要比賽 我聽完他講那麼多故事 那當然影片中 我相信大家沒辦法聽到 都不完整 那聽完其實文森師 我覺得是蠻辛苦的 因為剛才也談到說 有關他們職業病 因為文森師是很耗眼力的東西 那他們 其實我覺得 文森師的確 我以前在做 我以前給他吃文森 我老實講 全上他文森價價現在 百萬有 有啊 那經過這幾年這樣下來 文森到現在應該有十年 其實在一輩子身上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後來發現 是不貴的 然後再來是說 他是一個藝術品 很多人說藝術品無價 文森師這種東西 是文森師去花很多時間去想的東西 所以我個人是蠻尊重文森師 像我自己每次 不管是給他 還是給其他文森師去看圖 我都會尊重文森師的想法 要怎麼去幫我做設計 但我通常在料理技能的話 如果自首你就完蛋了 就這樣子 最後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其實我並不是鼓勵大家文森 我也跟大家說一下 以前文森都很小小的 我是確定自己會當老闆了之後 我才把自己文森補滿 因為文森這種東西 其實好像 刻板印象也是很嚴重 很多人還是會認為說 文森就是代表兄弟 很多人文森就是代表混混 但我跟大家講 在我眼裡其實都不是 文森就看個人 那有些人可能會因為文森 就覺得自己很厲害幹嘛 當然也是有 就是有這些人存在 才會把文森的人全部都打扳掉 這部影片我希望是 第一個是幫文森師澄清 他們是一個蠻努力的工作 然後也是一個藝術家的存在 那第二個也是幫文森的人澄清 並不是文森就是壞的 也不是像我自己也是 也聞那麼多針 對我們來說文森是個 好看的東西 藝術品的東西 講難聽點甚至是一件衣服 最後跟大家講 文森機會什麼 文森機會你是看價錢文森 跟機會說就是 你沒有想好就聞 因為我覺得文森是一輩子的東西 像我是決定自己開店了 當老闆 我這輩子不會再回去當員工 我才敢聞 那我也希望大家 會想清楚才能聞 那這影片就這邊結束了